好,那我们讲到,讲完这些灵长类之后呢 我们要讲说人类的起源 就是找原始的人类 比如说五万年前,十万年前,五十万年前的人类呢 他跟我们现在的观察到的黑猩猩啊 灵长类呢,有什么不同 人寿有别呢 在心智方面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 在这里面呢,有一个理论啊 这个理论呢,叫做集伦理论 也就是说呢,黑猩猩呢 他会互相学习 但是呢,他并不会呢,去学习对方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的模仿呢,是有限定的 那更重要的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不会去改良 比如说当我发现一只动物呢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吃到食物 我会模仿他的方式 可是我不会改良 可是我们人类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人类呢,是会不断的学习 模仿,再改良,创造 所以呢,这边讲说 原来呢,我们只是要抛植石头去猎杀食物 但是经过了千万年的几百几千百千百年的演技呢 就变成了弹弓,就变成了这个子弹 就变成洲际弹道飞弹 所以我们人类呢,对于这种事情呢 会不断的改良 那这种改良呢 跟一般的动物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说法呢 为什么人类的智能会越来越高 那如果我们就去比较说 在八月的初期 比如说我们去比较黑猩猩跟人类的幼儿 是不是一样聪明呢 如果你去比较的是 一比能力 就上面这一排一般的能力的话呢 人类跟黑猩猩的平均只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一个小孩子跟黑猩猩 比较的一般推理能力是一样的 可是社会认知技能呢 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这个分数呢 就是蓝色的部分呢 人类呢是在很右边 但是呢黑猩猩跟红毛猩猩呢 就比较偏左边 所以就表示说呢 以聪明才智来讲 如果谈的是推理能力的话呢 大家推理能力都其实蛮好的 解决问题能力也差不多 但是要步驻合作 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社会认知的技能呢 那人类呢 还是远超过黑猩猩跟红毛猩猩 那这过去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呢 工具使用或解决问题 是人类跟其他那么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们发现 领长类 刚刚讲鸟类 肚腰呢 都有使用工具 跟使用所谓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这个就不能当作 人类跟其他的动物的差别 所以呢 后来呢就发现说 很多时候呢 其实是所谓的理解对方的能力 或者是社会认知的能力 也就是社交的能力 这一部分呢 是在领长类黑猩猩 或者是红毛猩猩当中呢 比较缺少的部分 那这些原因呢 也可能是人类之所以独特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这里举一个实验 这是德国的这个 研究团队所做的实验 就是拿小孩子呢 跟黑猩猩做比较 这个实验呢 是怎么做 就是有一条绳子 这个绳子呢 两边 这个小孩子 一人各拉绳子的一边 两个呢 要同时拉这个滑轮呢 才会让这个桌子呢 往前移动 他们还能吃到这个 所提供的这个 干贝熊这个碗汤 但是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拉 有另外一个人不拉的话呢 这个绳子呢 就会松脱 所以两个人都吃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必须要彼此互相合作 知道对方也会拉 然后呢 同时用同样的力气 同样的方向去拉 才能做到 所以这个叫做 社会认知 或者是互助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如果你今天把同样的实验呢 放在下面这一组呢 是黑猩猩的实验呢 黑猩猩是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会不会拉 所以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人类跟其他动物 不一样的地方 是人类有互助合作的 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再讲说 从动物去比较人类 那我们直接从远古的人类看起 那远古人类呢 当然要从化石的证据看起 所以我们今天要 短暂的进入到考古学 或者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就是人类星资的起源 如果你硬要把人类 跟其他的动物 做一个区别的话呢 过去有很多人试图去解释 人类到底独克的地方是什么 那其实基本来说 就有这四个能力 第一个叫做 衍生计算的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无穷的组合 有所谓的地位跟组合 也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名词呢 可以创造很多种不同的名词 我们可以有一个形容词 可以接各种不同的名词 也就是各位在小学的时候呢 会学造句 就是给一个句子呢 你就可以造出无穷多的句子 所以这种是所谓的 这种地位跟组合的能力 第二种呢叫随意组合 这随意组合是跨领域的组合 就是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艺术 性爱 空间 因果关系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一些 所谓的menta 或是一些 这个横向的串联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心智符号 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些心智符号 这些符号呢 是可以表达出来 也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呢 自己产生的 最后一个是抽象思考 就是我们的这个视觉经验 触觉经验呢 不一定只是为了要吃到东西 或是只是要解决 我们的这个面前的问题 我们可以藉由这些呢 去进行一个比较复杂的思考 比如说想象未来 或者是回忆过去 那这些能力呢 其实都是 至少在我们的实验方中呢 其他动物呢 是没有办法展现的 我们举一个工具 跟创造的能力 比如说在左边那张图呢 是一只黑猩猩 它拿了一只树叶 拿了一个树叶呢 来当作遮雨的工具 这的确是一个工具 使用的一个例子 可是我们人类呢 同样的工具呢 同样的一只铅笔 可以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用途 比如说可以当作这个书写的工具 可以当作书签使用 可以放在这个 当作这个法夹使用 然后呢 也可以呢 在后面的加上橡皮擦呢 能够当作是一个橡皮擦使用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工具的使用呢 不仅仅是会模仿别人 我们还会不断的改良跟创造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我们在讲语言的那堂课的时候 我们说很多动物呢 都会利用语言或者是声音来沟通 但是只有我们人类呢 能够讲出一些话呢 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就像达埃塔妈的这个演说一样的 是具有意义的 还有另外一个是数学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动物都可以数数 我们实验之前证实 乌者也可以数数 数数根本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任何的动物基本上都可以数数 可以分一二三四五 这没有问题 但是只有人类呢 可以去算出很复杂的数学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有负数 就是零以下还有一个负一负二 然后我们还有虚数这个概念 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只有人类呢才有这种所谓的数学能力 甚至呢我们在上礼拜讲说 我们会有所谓的道德两难的问题 比如说要救一个人还是要救五个人 那个变车轨道那个问题 我们也会用数学的概念来讲说 救五个人跟救一个人呢 我们要救五个人 来发展在所谓的道德判断上面 所以数学其实这个概念 数字这个概念呢 是很多动物都有的 但是只有人类能够发挥到一个极致 就是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面向上面呢 把数学的概念的完全用出来 那如果从考古的证据来看的话呢 那到底在远古的时代 我们说我们之前呢 有这个现代人 有直立元人 有尼安德塔人 有丹尼索尔人 这些不同的所谓的 这个在化石当中的这些人类呢 到底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样的原始人呢 是具有像我们一样的现代心灵呢 那这个呢 就要从这个考古的证据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现在大概在七万五千年前呢 出土的一个化石这个 这个文物证据里面呢 有看到这个 右边有看到这个螺 这个螺上面呢 是有洞的 然后这个洞的周围呢 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从这个人类学家的判断呢 就是认为说 这些是当时的装饰品 也就是你去 这些当时的原始人呢 去采集这些贝壳 然后特别去挖一个洞 然后呢 把它串起来 作为一个装饰品 不然的话呢 它不可能去 做这么复杂的加工 它一定是有目的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表示出 它是一种属于现代的心灵 而不是呢 所谓像我们想象的 只是一些随机的一些组合 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些研究呢 认为说 其实现代的心灵呢 并不是在大约五万年前 因为我们之前是发现说 在五万年前出土的这些人类呢 开始出现壁画 开始出现了一些 类似文字的一些 一些符号 所以我们认为 现代的心灵 是出现在五万年前 但是事实上 人类的出现呢 大概是在 智能出现在十五万年前 所以很早 很早以前 就大家认为说 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一个 长得很像人的样子 但是呢 没有所谓的所谓的现代心灵 可能要到五万年前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 其实在非常非常古老以前的人类呢 其实就有一些所谓的 现代心灵 那怎么会这样说呢 总是另外一个证据 比如说在这个同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 挖掘地里面的所发现的一个 一个石块 这个石块上面呢 有一些科文 那这科文呢 可能是一种记录 可能是一种艺术装置 我们不知道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是 七万五千年的这个人呢 你做出这些科文 你是不是先要有一个点子 你要有一个idea 然后呢 你要去设计 你要怎么做 逐步施做 这绝对不会是 你随便拿一只东西 幻化一下的这个结果 因为乱化一下 画不出这个结果 所以从这些 初补的文物当中呢 我们判断说 在当时 至少这个是 七万五千年的人类呢 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计划 跟这个 施做的能力 他才有办法的 做出这样的艺术品来 那在过去呢 又发现说 再往前更推呢 这个是 五十万年前呢 有所谓的Homo erectus 就是直立原人 直立人呢 在这个研究当中呢 又发现说 他呢 在爪哇这边的这个 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 发现背壳上面 有一些刮痕 大家觉得背壳上 有一些刮痕 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的话呢 这些刮痕呢 绝非随意之作 应该都是有计划的呢 去做出这些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出土的文物呢 继续去推销 我们就认为说 很可能呢 在五十万年前呢 的人类 这个直立人呢 他可能就具有某种程度的 艺术或者是心灵的这种过程 所以他才有办法呢 有计划的去做出这些不同的 这些科文出来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再往前推呢 就是人类之前 其他的一些灵长类 比如说动物 那我们就看说 那动物可不可以 不会用石头 因为我们通常讲 新石器 旧石器 我们通常以石头的使用 为作为一个 他使用工具的一个标准 那如果我们今天看说 既然人类呢 都可以使用石头 那最早使用石头的动物是什么 那我们就看 其他动物就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猕猴呢 他也会使用动物 他想象就拿这个石头呢 去打这个果实呢 就可以采用到他的这个食物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去看呢 就可以回溯更早以前呢 也许呢 很多的动物呢 都会采用石头 来做这些事情 只是人类呢 可以把石头呢 再加以改进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这边呢 就是跟大家讲说 也许呢 使用石头作为工具呢 在这个动物的 或者是灵长类的演化过程当中 不是人类独有的啦 也许呢 在过程当中 已经毒气出现过四次 包含人类啊 黑猩猩啊 或者是猴子啊 等等的这些 生物呢 这些动物呢 他都有可能做过这件事情 只是并不是所有动物呢 最后都会改良石头 变成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石器 作为它的工具 最后呢 我们要讲的是 工艺的诞生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在石头上刮一些痕啊 当然觉得这没什么嘛 就是只是 做了一些所谓的科文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 所谓的石头 或是把一些工具呢 做得非常精美的话呢 你需要怎么做 所以这部剧呢 就有人认为说 我们人类之所以 有智能的提升 跟文明是有关的 跟群居是有关的 但还有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会将石器作为一个改造 那把石器改造成可以变成很精巧的这个工具 这件事情呢 是跟我们的智力提升有关系的 那他举了好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这个非洲的肯亚呢 发现了一个 这个这个遗址 那这个遗址里面呢 有330万年前 就是非常非常早以前的这个 人类或是人类的祖先呢 就发现里面呢 是有一些石器的 那这些石器呢 绝对不可能是 在没有任何的计划情况之下呢 做出来 因为要做出一个石器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从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说 或许人类呢 有这种所谓的现代心灵 或现代的心智能力呢 可以再往前推到 好几百万年前 在人类的祖先的祖先呢 很可能在使用工具上面呢 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 所以过去的观点呢 都认为说 为什么人类需要 是人类呢 属于人属 就是HOMO这个 这个GINUS的成员呢 他为了因后气候变现 因为地球的变化变化呢 产生了一些生存上的压力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变得更聪明 我们才能在这个环境 或气候变现下生存 这过去的观点呢 就认为说 这是一个 主要的原因 但如果以这样推论的话呢 就表示说 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容量呢 跟一般的猿猴比起来 我们的大脑容量 大概是一般猿猴的三倍 跟黑猩猩比起来 大概是三倍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 但是最近我刚刚讲说 借由这些所谓的 发掘的更早以前 比如说 甚至在330万 就是这个HOMO C点是我们人类 都还没出现更早之前的 三百多万年前呢 其实就有已经出现了这些石器 那这些石器呢 就推翻了我们之前的假说是 我们人类才开始变得聪明了 其实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很聪明了 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的人类 最后一个实验呢 是更直接的 就是拿我们自己来做的实验 就是今天呢 就有一些研究者呢 他就自己在实验室里面 拿着石头 你可以想象它是摩登原始人 他就来敲打 他想想像说 你今天呢 我们是原始人 我们拿到一个石头 你要做出一个石斧 就是石头做的斧头 其实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容易 所以可以敲敲就可以的 一个石头 你要敲出是有一个 锋利的一面 可以当做石斧呢 它其实是需要有很多的心智功能 那这个实验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实验室 我们可以自己做 就是如果你自己花了两百个小时 去做出一个用石头做的石斧 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去记录你大脑的反应 就发现说呢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简单的 一些石头做的石器的工具的话呢 大脑会用的到脑区 是现在在下土当中蓝色的点 但是如果你要做比较复杂 比较精密的这些石头的石斧 或石头的工具的话呢 你会用到脑区呢 就会多了那些红色的点 所以就表示说呢 你要能够制造出一个复杂的石头的工具 你需要用到你的大脑呢 是非常多的面向 也就是需要更多的脑力呢 才能够做出复杂的石器的工艺品 所以通过这个概念呢 我们都知道说呢 借由这个工作的需求 制作工具的需求 以及呢 我要教我的主人 我教我的其他的朋友 去做这些技术 造成了这个复杂的社会 那这一个呢 是一个现代理论认为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需要做石器 然后呢 需要互相 彼此的这个教学 而产生了驱动 人类认知能力的这个演化 所以这是一种说法 那当然呢 我们刚刚讲说 你可以 找一群学生来练习 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之中呢 也能够帮助你呢 去做出更好的石器 那这边有一个结论 就像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观看棋局呢 可以学会下棋 但是呢 如果今天有人教你的话呢 会更快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文化提升智能 这个理论呢 还是对的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今天我发明了一个东西 我可以教你 那你就不用重新 自己再学一遍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透过彼此的语言沟通 社会的互动 跟这个大家生活在一起呢 就可以呢 把很多的这个 好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聪明的发明跟创造呢 可以再继续的发扬光大 跟流传下去 所以这些呢 都是过去认为说 为什么人类呢 会变得像你我一样的 今天这么聪明的 这个生物